这 那应该说是太上老君的心肠 就在两人辩论这个无聊问题的时候 叶少阳已经拔掉了两具尸体手上的红线 并且找到了他们身上的封印 虽然不明白封印的原理 但以他的法力 直接破解也不是难事 只是会让尸体受到损伤 不过这也无关紧要 毕竟也不指望他们还魂了 用灭灵钉在他们额头上 开了一个十字形的小孔 叶少阳拿出了十八神针中最细的隐魂针 尾端用红线记着 刺入印堂 运转钢器 然后轻轻提起来 一缕半透明的魂魄 也跟着被提了起来 落在地上 叶少阳把两只鬼魂都提了出来 用两张线形符 让夕雨晴和齐晨也能看得见 三人睁大眼睛看去 见两个都是男的 一个三十多岁 一个五十多岁 黑须然然 两人互相张望了一下 又看了看叶少阳三人 混浊的眼神逐渐明亮起来 望着叶少阳 其中的老者说道 三仙归宗 什么 老者愣了一下 你不是三神妙的弟子 叶少阳说 我毛山的 毛山 两人愣住了 互相望了吗 老者问道 是你放我们出来的 见叶少阳点了点头 又问道 你是不是来复活小雨的 叶少阳又点了点头 总算是等到这一天了 老者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用带着港台枪的普通话问道 老家 请问今年是哪一年 2016年 两人面面相聚 算了一下说道 三十多年了呀 然后又问叶少阳 是怎么发现 向小雨买骨之所的 为什么要来救他 叶少阳被问得有些烦了 说道 你们还是先回答我的问题吧 你们是怎么被吼埋的 结果老者一开口 就说出了 让三人吃惊不已的话 我们是自愿牺牲的 谢雨清惊道 什么 自愿 老者瞥了他一眼 仍然望着叶少阳说道 我们两个 一个是小雨的师兄 一个是他师叔 你既然能找到这里来 当年的事 自然也都知道 我就不再赘述了 简单说吧 当时 小雨要跟那个飞江角斗 知道自己无法完成封印 于是提前 就布置好了这一切 坟是他自己挖的 棺材是他定位摆下的 阵法也是按照他的要求布置的 当然 最后这一层台衣水墨 还有隐魂线 都是他死后 那个姑娘 按照他之前的吩咐代劳的 我们两个 是他之前向宗门求救的时候 自愿牺牲自己来帮他的 因为他需要养魂 就必须有两具尸体提供人油 因为需要自己先吞卸一种法药 再做溶解自己的血肉 这个普通人做不到 最重要的是 我们也找不到愿意现身的普通人 你少阳听到这儿 也算明白了 叹道 你们这牺牲也真够大的 老者惨然一笑 比起小语的牺牲啊 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本来就是一个极有前途的法师 天赋惊人 将来注定会成为一代宗师的 他为了镇压僵尸 自愿牺牲 我们又何惧身死 叶少阳叹了口气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问他们对当年的事情知道多少 结果两个人还没有自己知道得多 他们只是听小语讲述了事情的大概 并没有真正参与其中 再说那时候自己就自杀牺牲了 什么事也不知道 叶少阳拱了弓手说道 别的也别说了 我送你们去殷私吧 你们虽然是自愿留在杨检 但必定是为了做法献身 非但无果 还有功德 你们放心去报道 来上肯定能投个好胎的 两人拱手还礼 说道 多谢法师大救了 只是我还想留下来 看着小语复活 再协助他一把 这就不必了 你们现在是鬼 也帮不上什么忙了 还是早点去因此报道吧 说完 不由分说 直接画了一张灵符 相继在两人面门上贴去 小心 老者话还没说完 已经被叶少阳强行收了起来 小心什么 叶少阳皱了手眉毛 也没多想 直接把隐魂符丢了出去 吹了一口气 往北飞去了 很快就凭借灵力 破开虚空 进入鬼域了 叶少阳拍了拍手 直接扯掉了覆盖 在棺材上的 所谓的胎衣水魔 连同那些红线一起扯掉之后 口中说道 这个什么三神庙 是不是人人都这么狠 一言不合就牺牲自己 真拿自己不当回事啊 谢雨清说 蛇身忘死 誓死如归 难道不对吗 叶少阳说 我要是抱着这个态度 我早就不知道 死了几百回了 谢雨清说 可是我每次看到你 都很拼命啊 拼命跟送死怎么能一样呢 留得青山仔 不怕没柴少 修行不易 不要老想着牺牲 我修炼这么多年 不是为了送死的 当然 如果非点拼命的时候 也得拼 反正说不定 能杀出一条血路呢 谢雨清和齐山听着 觉得有些道理 将一切障碍物 都拿开之后 叶少阳直面向小雨 双手拨弄她的手指 这才发现 她交叉的手指中 握着一个东西 色泽如蜜蜡 形状像一个壶 两边凸起 用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就是 很像一个 长着翅膀的金元宝 叶少阳双手握着 向小雨两只手 用钢气轻轻擀直 觉得她手中 这个奇怪的东西 是一件法器 里面有一种神秘的力量 与她的身体连在一起 反复用钢气探查 叶少阳心里面 多少有点数了 起身说道 她手里这东西 有一种奇怪的力量 很可能就是施展 诅咒所用的法器 我对诅咒这东西 没什么了解 不敢乱动 万一毁了她的肉身 麻烦就大了 谢雨清立刻说道 那怎么办 叶少阳一时间也没了主意 望着向小雨的尸体说 她都睡了33年了 也不在乎 多睡这一两天 等明天冷遇到了 我让她看看 她对这种西方的东西 比我懂得多 看看她有没有办法 叶少阳从木坑里面 爬了上来 坐在草席上 脱掉鞋子 用木棍把鞋底 粘的泥刮了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